各位观众朋友早安 国庆廉假第二天 不知道你已经想好 要去哪里玩了吗 其实今天上半天天气都是不错的 但是下半天尤其东部还有北台湾 天气就会开始来转变了 最主要就是因为在我们台湾周遭 热带地压都还蛮活耀的 而且可以看到有17号台风 18号甚至还有一个热带地压 已经形成了 18号台风它就会往海南岛的方向来 前进对我们台湾是不会有太大影响 但是这个原规台风 接下来就会开始逐渐影响台湾了 主要是因为它的外围环流还蛮大的 虽然今天它的路径又往南修正了一点点 但是接下来它慢慢靠近台湾 其实带来的强风跟长浪 就要请大家特别留意 尤其其实从昨天到今天 全台湾各地尤其北部 都有感受到8到9级的强阵风 但是接下来 雨势就会开始下下来了 最主要会针对在东半部 尤其基隆北海岸 还有宜兰地区 其实今天下半天就会开始来下雨 而且到晚上是雨势越来越明显 甚至到周一周二 其实东半部还有北台湾 其实雨势都要请大家特别留意的 但是今天除了雨势要特别留意之外 还有强风特曝 因为现在还没有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所以从昨天都已经有来到8到9级的强阵风 今天更有可能来到9到11级 甚至明天在整个台湾 还有离岛都要请大家特别留意 如果有一些海边活动的话 真的不能掉以轻心 而未来这几天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周一外围环流都会影响整个台湾 东半东北风水气增加 尤其在东半部北台湾水气都会特别多 而在周三之后雨势就会开始渐渐趋缓 而周六天气就会开始转凉了 所以得要多加一件博外套 而接下来要提醒大家的是 今天白天其实天气都还不错 但是要留意强风跟长浪 海边活动要特别注意安全 下半天北部水气就会开始增加 如果要出游的话记得携带雨具 而中南部因为被封测 空气品质比较差 尤其南投今天也是会有上看36度的高温 以上是这一节的气氧资讯